霍启刚与跳水皇后郭晶晶于2012年结婚 并先后带一子两女 虽然两公婆身家丰厚 但一直以来做低调贴的 不但衣着简单朴素 更奉行平民教育 是不时带三子女去行山 沙滩参加慈善活动等 小孩从生活中去学习 日前身为港区全国人大 表达霍启刚完成湛江考察后 集随团在网盛产 知得茂名高舟 昨日六日他与社交网分享此行之低 并留言 荔枝园亲眼见到多颗千年级老荔树 叹为观止 我爹更亲身爬树地荔枝 摘荔枝 果又鲜又甜 当日在场不少人高举手机拍下他爬 葛英姿 该批照片易于网上流出 见获起刚徒手 上竹梯仍满面笑容 一众网民纷纷大赞领架子 接地气 很亲民没有架子 都成了大戏路 他一定得很有趣 因为小时候就没有接触过这些等 虽今次未见太太郭晶晶与三名子女 但同行就有未公开露面的美云 60岁美云以全白look现身力 圆 在炎夏烈日当空之下 他穿白色长袖续衫 长衬波鞋 再佩戴一双闪钻耳环 打扮既休闲又贵 十足 席间 美云不但爬上高梯扎荔枝 还几场时间疯狂打卡 可见他乐在其中 而当日亲赌 云风采的网民 更大赞他保养得非常好 还不时 工作人员轻忌 非常友善 不少网民又赞他年过六十 身材fitball 皮肤白滑紧致 好啊 很有气质 十年如日的样子 样子都没有变 看着没有什么医美 呦 跟老去 小姐系真正慈善家 曲信内地山区捐 其左好多学校 但出娱乐圈多年的美云载政 借闯出成就 珠宝生意亿做得非常成功 有传他 加高达五亿元 他除了是珠宝鉴定师 企业家 更是 区全国人大代表 可谓能者多劳 星岛头条App经营 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